目前来看呢 因为是邱贝林来收的嘛 所以表示呢 这个钱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送到 这个所谓民众党 这是所以才会置在私账里面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最关键点 我要先说 他整个USB所记录的资金 按照现在流程 因为有谈到蓝白盒 所以很明显是2019年民众党成立 一直到总统大选 这个USB名单都有列举各个资金来往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些名字 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那据了解里面可能还有些名字 并没有秀在上面 金额也不会太少 因为那一岁表可以记很多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 所以金额有多高呢 那这个根据上报 或者其他周刊的说法 金额是达到一元 我听到一元就肃然起敬 那这议员的内容很精彩 他有解释 第一个就是他们按USB手机 就发现到有十多名台湾知名建商 这些建商有个特质 他不是只有在台北有建案 是全台湾都有建案 那是大建商了 业界的名人 你可以大概知道就那几个啦 因为真的说全台湾能够有十几个 在全台湾盖案子的又是名人的不多啦 那这些人的特色是说 我盖房子我就摸摸摸着 好跟地方政府搞好关系 不要上台面啦 上台面难看啦 好那这个他们这些的 这些根据 他们现在紧张了是吧 因为有可能门子被披露 因为他也不希望被拍到 去被警察官查询啊 你知道我们做房地产的 诚信很重要嘛 你签成到这些政商关系 好我们在竹北 不就是有一家建商 跟这个新竹县的县长 此商关系 现在很麻烦啊 房子很难卖啊 对不对 如果乘上去的房子难卖 我不是捐你一点点钱 我需要搞这么难看吗 好那这个重点来 他们现在就后悔了 捐给民众党 捐给柯文哲怎么这么麻烦啊 为什么后悔 我要先说 这些名单呢 都有很多是跟蓝白有关的 所以根据USB的说法 这都是偏蓝 巨分量 蓝白盒 那据说他们集资金额呢 是上亿元 十多名上亿元 好那重点来了 他们说第一件事情 哪有人收钱 还需要再放到USB的啊 他说我可能给你钱 我会记账 你收钱你还放到USB 是干什么 就很生气嘛 第二件事呢 他说柯文哲一到现场 就因为他们有一个 吃饭局 饭局完在捐钱 才捐钱嘛 他说一到现场的时候 柯文哲就一正门吃 重点是吃完之后就走人了 没有说什么 姿态很高 我来了 那就捐个钱 蓝白盒嘛 是你求我的啊 不是我求你们的啊 好那这些人就 现在这些建商呢 就很生气 好 但是里面呢 其实有几个关键 倒是还蛮有趣的 其中呢 就是范尤伟 因为呢 他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而且他不是某家财务顾问的 执行副总财务顾问 所以呢 他是有被检察 那个联阵署来做调查 因为他金额非常大 是500万 你一个会计师 为什么要捐 我说真的 会计师薪水是很高 我知道 尤其是你知道四大会计师 如果里面你又是董事成员 你薪资是很惊人的 但你为什么要捐到500万 所以呢 警察官有在询问 而且直接问 直接讲的很白哦 柯文哲 民众党 基金会 之间的关联 这个是在这个媒体上面 就有揭露嘛 所以也就是说 事实上每个脚印 其实检察官都已经是 有把整个脉络 都已经是建立完毕了 也就是说呢 对于柯文哲现在呢 这个因为刚才 刚才范老师讲的真的是 我看完之后 我看柯文哲 大概很惨了 贪污自证 自罪违背 职务收贵 就是收贵两个三个字 还有洗钱防治法 隐匿贪污罪所得 等等部分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状况是很清楚的 好 从这个USB被破解当中可以看出呢 邱佩林邦柯文哲的确 的确 募了非常多这个款项 来 谢谢怎么看 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出 那重点是在这些钱加起来也 也至少有好几千万 甚至上亿到底钱到哪里去呢 选举是这样子 选举要花钱 但是选举花钱 你要让这个这个你把它想象成募资 你既然就给我堵内 我就要让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那所以他通常 不要说一定的直接对价关系 像威京集团这样子 我对你好 你就帮我盖房子 但是一般来讲会有破坏 为他给他们怎么样的未来跟社会 然后路线这个叫理念 这个叫政党嘛 可是民众党我一直都搞不清楚 他的政党理念是什么 我今天看一看报导跟我回忆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我终于懂了 有提到一件事情 谢明珠负责募款绿营 然后邱佩林负责募款蓝营 然后后来谢明珠因为白绿分裂 就白绿分家 所以谢明珠募不到钱 那邱佩林那边募得到 那是不是就间接承认白的就是蓝的 所以白的就是年轻的国民党 所以这个台湾民众党就改名叫做 少年国民党 这个就很合理嘛 沈青金是国民党中常委嘛 所以是少年国民党嘛 柯文哲有去搞什么蓝白盒嘛 所以是少年国民党嘛 这一张名单是他的所谓USB金主名单 里面其中有四个人在同一个场合出现过 蓝金集团董事长黄从仁 威金总部主席沈庆金 这三个企业家 还有这个东山整合行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邱佩林这四位 这个我跟我坦白讲 他们都是企业界的重量级人士 我也我对他们也没有 我跟他们也没有失交 我没跟他们募过款 但是就政治立场来讲 我讲的不是国内 这四个人同时出现在哪里 在两岸一家亲的什么 台北双城论坛嘛 所以第一个 他们的意识形态是比较合中 我也不会讲他们就一定亲共 或者是要统一 他们比较不希望惹恼中国 甚至是希望跟他们做生意 那另外呢 柯文哲曾经也有没有还记不记得 那个画面叫做柯文哲怎么样 宴请中资银行与企业 有没有 然后橘子拿一个相机在人家拍卖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少年国民党 你觉得少年国民党不好听 你可以叫统一促进党好像也不好听 你可以叫两岸一家亲党嘛 你至少讲清楚你不要骗嘛 你不要骗什么天蓝台天蓝赌 你没有天蓝赌嘛 所以柯文哲的少年国民党的形象很明确 而且第二件事情 根据这个名单你要发现一件事 我终于知道陈志涵为什么反对蓝白盒 我终于知道黄珊珊为什么 这个可能他们党内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因为柯文哲这些事情都没有让大家知道 柯文哲如果让大家知道 他在两岸之间的政商关系 以及跟蓝银的合作关系 怎么不合 合了对不对 柯文哲现在还有副总统做 对不对 当初为什么没有合成功 因为他一方面跟蓝银的募款 一方面要欺骗社会大众 跟他的党员支持者说 没有我们是独派 我们天蓝台 我们跟国民党不一样 你们就一样 你们哪里不一样 你就只有比较年轻的政党 跟国民党不一样 你哪里不一样 所以整个从这个USB看起来 当然不是说每一个 至少说在两岸论坛 也有相关的关系 然后在蓝银 也有很高程度的关系 建商财团挺蓝白盒 要集之上益 对不对 所以你最后就发现 柯文哲其实是这样 请你之后面一排 张开金主财团 全部都是蓝的 不要鬼扯什么 谢明珠募到款 政党募款是要靠理念的 如果最后愿意投资你 资助你的 都是所谓的 比较蓝颖意识形态的人 那你就不要骗大家 周刊报导说 柯文哲多是像邱贝尼说 很穷 要帮忙募款 所以邱贝尼也跟这些 企业家说民众很穷 用这个理由来募款 真的募到这么多钱 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他的政党理念就是骗 他像这些蓝颖的金主财团 你看这些人 他们觉得投资国民党就没有用 投资国民党选不到总统 投资国民党没有年轻人的票 但投资柯文哲有 所以柯文哲的本质就是骗 他在选票市场上 是用骗的骗选票 他在蓝白盒上 用骗的骗国民党 他对金主财团说用骗的 所以他的理念本质就是骗 民众党就是用骗的 我昨天就讲过 你要骗一百万个人 一个人给你一块 你骗不到 但是他可以骗少数人 一个人给他一百万 这是做得到的 但是你要知道 柯文哲民众党 只有愿意相信你的人 会被你骗 你现在在骗的 不管是铁草门也好 或者那些财团金主也好 这一些用骗的方式 用行骗天下的方式 是没有办法长久的 这也是为什么柯文哲 现在还在被羁押的 最主要原因 看起来邱沛林帮柯文哲 的确募到不少款 来 民凤姐 就你的了解 邱沛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周刊报老师说 邱沛林是柯营的陈文倩 然后他在柯营当中的眼中 是一个浓妆艳抹的贵妇 然后拥有蓝营的 政商有效人脉 其实邱沛林在所谓的名媛界 应该是非常有名的 对不对 他本来是跟着邱富生 在做电视台 那后来他的爸爸 大家也都知道是邱创幻 那所以说他因为有 有这个所谓政二代的关系 所以他一直都有走在 这个政商两界 非常的这个有名 而且手段 如鱼得水吗 对 如鱼得水 而且手段也蛮好的 就是说 手腕很高明 他跟陈文倩的差别 一个是用手段 一个是用脑袋 陈文倩可能是他的头脑比较好 然后人家都会做人家文学 可是邱沛林就是人脉很好 然后募款很赶 而且人家都会卖他面子 那就手腕型的 手腕非常好 这样子 所以说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邱沛林 其实他他跟这个柯文哲 其实在这个第一任期的后面 两年就很熟了 那时候的柯文哲 我觉得他已经开始要募款 要想要钱了 所以除了邱沛林之外 我们记得还有两个女生 一个被传的嘛 一个也是叫姓周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媒体的 姓曹志投的人 这三个女人合起来 都是在帮柯文哲搞 这些有的没有的 那个曹志投还认识乌冈大王嘛 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后 第一任的后期 柯文哲旁边就完全是冲刺 这样的人手 那所以说他本来跟这个 所谓另外一个谢明珠 谢明珠两个人是分工的 谢明珠是跟绿莹比较熟 可是柯因为 可是柯文哲跟绿莹关系很差 对后来渐行渐远 所以这个邱佩玲的负责来的部分 他业绩就比谢明珠好了 因为柯瓶跟绿莹的关系很差 所以谢明珠募不到钱 对 然后邱佩玲这边就 这个募的款好多 所以邱佩玲一下就 这个要生什么 柯文哲的心虫嘛 但是笑称他们是闺蜜 因为你他你看这个 二零九年 难怪可以说是 是柯文哲重要闺蜜 对 就是闺蜜型的 然后你看七月二十九号到三十号 两个人可以在屋里头去拜访邱佩玲 聊了一个多小时 各聊一个多小时 那就比如说 这个他跟他很熟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募款 募款的这个数量 你看都是邱佩玲经手的 这洋洋沙沙 这就业绩耶 对不对 KPI超高的 对 你看看邱佩玲多认真 KPI很赞 王立颖是他过去的老板 对 他曾经是他的老板 可是那他就是出手帮 帮这个柯文哲 向他旧老板募款 一募就是五百万 五百万的募款 算是排名很前面 除了这个沈庆庆之外 是很前面的嘛 对 然后这个其他的也是都是 譬如说他有跟张晓 也是东升有些关系 他也是陆续利用他自己的关系 帮这些人募款嘛 你看看这个谢国良 也是两百万 那后来这个这个柯文哲 在二零二零年选完之后 有打电话去谢谢 应该是谢国良打电话 去谢谢柯文哲 然后柯文哲就帮邱佩玲讲了一些好话 结果邱佩玲得到什么 去当副市长 就得到了副市长这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邱佩玲在这个 其实得邱佩玲真的是可以帮助力很多 尤其像像这个柯文哲这种素人 他这种政商关系不熟的人 他可以借邱佩玲去募了这么多的款 回来 然后这些款偷偷没有进入民众党 然后也没有也没有这个曝光呢 你只不过违反政治现金法 那么罚款呢 不曉得是几倍而已 对这些应该就是都没有收据的吧 是不是 对就不会有跟他 因为你邱佩玲出面 我要给你要收据吗 不大可能吧 如果说我柯文哲正式来给你募款 然后呢 这个可能大家都要收据 邱佩玲的厉害就是说 譬如说他有一次募一个 一个企业家帮柯文哲募款 那个企业家就摆明说 我绝对不会捐还给柯文哲 然后呢 邱佩玲就转一个弯 那我们捐给赖湘林 他就募到了 厉害 对 他就知道说这个企业家 他不喜欢柯文哲 那一般人说不喜欢柯文哲 也不晓得募下去 可是凭邱佩玲的这个聪明 材质还有手腕 他们好像转个弯 转个弯 这个人大概喜欢赖湘林 那我们就捐给赖湘林 所以他就帮赖湘林 就是用赖湘林的名义 去拿这笔钱 那后来这个有给赖湘林吗 其实大家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对 因为捐的根本不晓得钱 进到哪边去 对 所以说邱佩玲帮这个募款 是募很多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举止呢 举止在这个 镜头看的报道里面 他五月份被交代 在被出国之前 是有跟李文中做这个 所谓的钱的交接 那你显然就是说 李文中 譬如说建商的那一拖 是不是邱佩玲 邱佩玲就不是 就不是邱佩玲 就可能是举止 跟李文中 那所以说整个柯文者募款的管道 他是多支在进行的 比如说那个蔡信的媒体人 跟那个周什么的 也是周芳如也被传讯 他也是一个管道 那另外建商的这种聚会 那个俱乐部什么东西 他派谁去 是不是李文中 所以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看到 后期的柯文的根本就是 在为钱生活 他有在做事 他的募款 好像一个蜘蛛网一样 就八爪张瑜 为什么全国建商要这样子 捐钱给他 是不是大家都看到 金华城的好处了 他可以免费把金华城 加到这么多的容积率 那我建商在台北 其他建商会想象 对啊 其中这个叫林命全 不就是爱山林的这个建商吗 那林志朗是李婉玉的爸爸 也是一个建商 那其他他还有号称 所谓建商俱乐部 那建商俱乐部 那一拖是谁负责的 所以我觉得举止 知道事情 我觉得李文中也知道了 但是李文中到目前为止 都一句话也不讲了 那举止就是手中 握有所谓的这个 仔细的帐幕 就USB 但是他在出国之前 有跟李文中交接 所以李文中 你为什么不讲 所以举止很傻 举止已经交给给李文中了 那李文中 应该也知道了大概 所以举止 你大概在可以做证人的情况之下 你就回国 回国就没事 那你问题是 你现在已经转回被告了 那现在大家就说 你北检要不要取消他的护照 因为有些通缉犯 北检不一定会取消护照 你知道陈友好什么时候才取消护照 什么时候 是最近才取消护照 这样子 陈友好已经逃去中国大陆多久了 那他是因为录了中国籍 他才把他取消护照的 那所以说 那我知道有些 我有一些朋友也做过通缉犯 也去过日本 做过通缉犯 他也没有 他在日本的时候 也没有被取消护照 所以说这个东西 要不要取消护照 完全取决于检方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后面跟日本商务员配合 那现在就是说举止 你是不是有所谓的 还有其他的国籍 否则你唯一 你护照消失之后 校旗消失之后 你唯一能逃的地方 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整个看起来 就是说柯文哲在这个前方面 他是像那个八爪章云一样抓 然后最好用的大概就是邱佩玲 因为他只要出事 他也叫属下说 那你叫邱佩玲去协调 因为邱佩玲手段 然后人脉又广 所以他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是好 我们看是有现有的 现所跟媒体所报道了 这些私下募款的 透过邱佩玲 甚至有可能是橘子 那当然贵子吴静怡 他是有说 柯文哲把女人当门脉 人脉门面 男人是当金流后门的 那如同那个镜总 这个账本 跟这个木可的账本 建立起来 柯家大宅的前行后院 那许子吴呢 像是一颗不起眼的橘子 那邱佩玲就绝对是一颗 闪耀的荆棘 来 宇将军你了解 这个邱佩玲在 蓝营的人脉 只有这么广 有办法真的帮柯文哲 募到这么多钱 认识人他绝对认识 因为他的父亲是邱创焕 所以蓝营的一些政商名流 不认识他 也认识他爸 那这么一个关系 一拉近之下 那个信任感就接近了 所以会买账 对 而且他本身他的 他自己也蛮厉害的 他自己在各项的 这个交际公关上 他有他的长处优点 不然他怎么可以做到 这么多媒体的一些 活跃的人物 那当然柯文哲就看上他 看上他这个交际的手腕 跟他的丰沛的人脉 别忘了 柯文哲只要见到两种人 立刻低头 一个是有钱人 一个是有权人 有权士的人 有权士 他立刻低头 那么刚好邱佩玲 两个都符合 他的经济状况也不差 也是名门之后 邱春华儿子 有权的 对 是有权的 都是在国民党那个时代 是极为高层的这种 这种家族的后代 邱春华是党国大佬 党国大佬 对 而且认识的人 绝对 绝对让你击贵 绝对让你想象不到 因为国民党在 全情意识的时候 这一些工商界的 要靠国民党 能够在台湾活下去的 这些工商界 哪个不卖他父亲的面子 所以邱佩玲出来 对于柯文哲来讲 他需要啊 他需要啊 那么我讲 那么邱佩玲帮柯文哲 做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 这个账绝对不会是 邱佩玲记的 这点我敢认为 就是这个USB的账 绝对不是邱佩玲记的 因为邱佩玲是 从外面募款进来 邦柯文哲 那进去账怎么